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陀及其弟子所说的 法教利益 是他们实修后所产生的结果 您无法只是透过 听闻些许教法 就得到相同成果的收获 如果不实修 您将会认为 佛法根本不管用 特别当有问题出现 而您却没有能力处理时 您甚至可能会放弃法教 而永远无法从中获得利益 为了能享受法教正面的效益 请先实修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类比其他物种 多了所谓道德感 可是这种道德感却很狭隘 很自私 只利益自己 只看到自己的亲朋好友 跟其他自然相关的都没关系 好比就像这是贪念的监狱 我们现在被关入监狱 打入大牢 也只有几个人过来见你 只有你的亲朋好友可以见你 其他都被隔绝掉 一切行为皆据不善果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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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烦恼时所造的一切都是不善果 只会是受苦的一手果 不可能变成成就快乐的一手果 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 专注于此身 也许会更好 在当下使其纯净而良善 这样便能增加今生的功能 同时也增加了未来生的功能 令生命与自身和他人都更完美 更有所作为 是我们的责任 是我们的责任 在利他之前,要先能不害他 要控制得了自己的情绪 控制得了自己的烦恼 否则,虽要好发心 最后,却因自己的心失控 反而伤害别人 所以要如南传经典所说 先从不伤害众生做起 有慈悲的爱 是要给他自由 而不是控制 根据他的需要 给予全然的帮助 而不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去占有 感谢观看 业力有生与异业三种 由心会展现不同的相 生与异要保持和善 你就会有个美好的相 观音菩萨总是微笑看着众生 因为他生与异 因为他生与异都是善的 当你生与异都和善了 你的身形外相也会变好 感谢观看 经典上说 佛陀以他的禅定力 到一个贪欲聚集的市集 所有人的烦恼都会窒息 这是二圣人做不到的 我们可以做的事 一早起来 就对世界投射一个信念 希望每个人都不生烦恼 有些人喜欢打扮 如果为了吸引别人 引起别人的贪欲而打扮 那就不好 我们应以慈悲和善为庄严而打扮 问题 法王您曾提到说 佛陀证悟时大地为证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大宝法王答 第一点 大地是一切有情无情的基础 是一位平等的母亲 平等的承担 养育一切 所以他是最有力的证人 证明佛陀的证物 第二点 佛陀的利他事业都在这大地上 所以大地可以为他作证 佛陀的证明佛陀 正如明佛陀的证明佛陀 因此佛法不是一种哲学理论 而是能够促使人与人 人与环境 人与其他生命 相互关爱的一股重要动力 不起烦恼心 不因烦恼而动 不起称恨心 不因称恨而动 这就是解脱的首要 所谓修行 把它分开来看 修 顾名思义 就是修理的意思 也就是说 要去修理自己的心 转念向善 行 将这些善念和认知 付诸到我们的实际行动当中 这才叫修行 这才叫修行 贪心不处 贪心不处 想要承办的事情 和想要获得的富足 受用 都无法圆满 最后 也会违反已经立下的誓言 和三昧耶解 因此 行者们 如果不将贪欲 视为是过患 就会被种种的感官义乐所驱使 他们的心 一刹挪也无法安住 发心这个词很好 它是发心 并不是发口 或发语 意思是 要在心上做的事情 不是口上念念文字而已 希望各位 能在心上 真正培养菩提心珍宝 而事实上 我们每一个人 都具备有菩提心的种子 我们并不是 去得到一个新的东西 而是训练 开展 原有的菩提心 内在的喜悦 是究竟大乐的因 当我们试图分析他人心中的快乐 我们会发现 并不能仅仅通过物质条件 或者外下去判断 内心的快乐 仰赖每个人的内在状况 而非他们的物质坏象 平静与喜乐 生存于内心 却并不依赖 外物或一个人的物质条件 而因权赖于 他们内在修辞的圆满 中文字幕并不依赖 当我们修辞的是单纯的同情心 也许不会特别有帮助 因为当看到他人在受苦 我们也会备受煎熬 甚至即使我们拥有慈悲心 我们也是不能控制别人的痛苦的 慈悲心应该是正确 有力且充满信心的 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别人的苦难 并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 观音的真正含义是 那个永远以此眼 卑视一切友情的觉者 观音不是只有一位 每一个能以爱与慈悲 看顾所有众生的人 只要他具有这样的特质 他就是观音 在其他的宗教里 也有许多心中充满伟大的爱 与慈悲的人们 这也是一种观音的划线 而他并不是单一的个体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中心 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扶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扶民 台湾救狗协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礼拜梁黄宝产 恭请会信法师领众 日期8月5日星期一 至8月11日星期日 第一天8月5日晚上7点到9点 第一卷 第二天8月6日晚上7点到9点 第二卷 第三天8月7日晚上7点到9点 第三卷 第四天8月8日晚上7点到9点 第四卷 第五天8月9日晚上7点到9点 第五卷 第六天8月10日早上9点 第六七八九卷 第七天8月11日早上9点开始 第十卷加农山 农山贡品会与低收入户结缘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敬邀菩萨参与熏悉 同瞻法义 购目佛恩 新逢大师至菩萨圣诞 佛教慈悲之夜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公诵 药师流离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即万灯祈福法会 恭请会信法师领众 时间8月16日星期五 13点30分 公诵药师流离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16点万灯祈福法会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熏悉 同瞻法义购目佛恩 有故人家 多数人都染上风寒 家中有位长者知道 阿姆罗果可以致风寒 便拆仆人去果园采买 出发前他叮咛着 你跟原主人说 要挑选甜美的果子 还没有成熟的不要穿入 仆人听了点点头 客人请放心 从我手里卖出去的果子都非常甜 你可以随意拿一颗试吃 就知道我们这儿是真诚无期的 老实的仆人还是怕原主骗他 想了想说 如果我只是吃一颗果子 怎么知道其他的果子也是一样甜美 我要每一颗都是吃 如果甜美的才买下来 客人固然周到 但是果子被咬过后就不能再拿出来买 如果是难吃的果子 你咬破了再还我 我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本来是甜美的 被你咬破了 那就万万不能退还了 当然咯 难吃的我才还你 甜美的我一定买下来 于是仆人把每颗阿姆罗果都咬一口 觉得每颗果子真的香甜甘美 马上高兴地付钱 然后拎着满框咬破的果子 匆匆回家 长者听见沉重的脚步声 知道仆人回来了 提高声音问 甜美的阿姆罗果买到了吗 买到了 真的每颗都很甜美 我都检查过了 那果园主人真不愧为老少无期呢 仆人得意地回答 长者靠近一看 发现满框果子都被咬了一口 心中只觉一阵恶心 从此以后 再也不敢叫这仆人去买果子了 学佛多一点 请爸爸妈妈问孩子 如果自己是买果子的仆人 会怎么做 和孩子讨论做事的方法 教孩子并用智慧做事 不能只看见事物的表面 更不能自以为是 以免把原本美好的计划打破 如同青年守则中强调 服从为负责之本 负责任的基本条件 应建立在 做事不马虎 不需要别人监督 能以智慧全力以赴 正确执行顺利达成任务为终制 佛门五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及不喝酒无相 其中妄语是指心口相为 言不称实 欺狂阿人 也就是不称实 不妄语的人 可以获得六种果报 一 人天爱戴 受别人敬仰 二 说话口齿清晰伶俐 三 处众安泰 说法无畏 四 成佛可得四十颗牙齿 五 辩才无碍 六 述臣佛道 五 五 六 五 三 三 三 二 三 三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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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